你就演繹得這麼多 我現在知道什麼叫做暴聽途說 指烏虛有 根據你們的錄音帶 指虛烏有 指虛烏有 我就怕了 上面的朋友請請請請 主席 究竟這張帶17個月前 你們說了出來 那你這17個月有沒有受到打壓 這17個月 你的台是否一樣罵政府 是否一樣罵中共 如果是的 你的壓力從哪裡來 這17個月 還有沒有聽過第二句說話 外部的壓力 如果沒有 我們浪費這麼多公帑在這裏 說了一些事情 其實真相就不是什麼壓力 是你自己內部的問題 為什麼你又不說清楚出來 究竟 現在在做什麼 將這些事情去政治化 對它又有好處嗎 是解決到問題嗎 當然有好處 這些 不過不知道什麼好處 主席 我覺得你主持得很差 你比區議會主持會更差 你自己有任何說 我們都在那裏 都在那裏 這些人吵你又不去處理 你究竟怎樣做主席 說完了嗎 說完了 說完了 多謝你 我們每個議員都有權發表他的意見 包括鬧主席 我繼續說 還有一件事 你所謂我看不到陳偉 如果所謂動議 你怎麼擺放 整個議程都沒有說有一份動議的東西 然後你站在那裏 現在我講的時間 然後你站在那裏 塞在其中一封信 就叫他動議 我都沒見過有些議會 那些文件是造成蟑螂的 是嗎 你怎麼去做呢 大哥 你塞在大哥裏 你以前沒見到哪一項是動議 不要緊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我們按照秘書處 就是按照議事規則 是提供一些文件給大家的 你要在這裏發爛爛 我是主席 我不會抽你 但有機會我一定奉陪 OK 我一定奉陪 OK 我一定奉陪 OK 我是不會卸你民建聯的 不過我現在做主席 我要保持公正 給你一個機會 你抽水 你不要以為很有趣 鍾樹根 不要告訴你 對吧 大把機會搞你 OK 現在投票 怎樣 主席澄清 關於鍾樹根議員提到 17個月我們要罵共產黨 罵特區政府 這是一個無理的指控 我們啟播日期是9月21號 剛剛今年9月21號才正式啟播 對不起鍾樹根議員 我知道你不做功課 我作為一個原立法會議員 我想告訴你 那些議事規 那些文件都放在桌上 有秘書處準備好的 你不懂做議員就不要做了 好 我們現在就要就陳偉業的動議 就投票 有文件的 那你責成這些助理 或者你民建聯 都有個秘書處的 有黨團的 你請教一下葉國謙 就不要一塊魂在這裡開會 OK 我們現在就要就陳偉業 那個動議就是表決的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Radio2012 這個節拍的客人有說 做工方面似乎老筋 他有藝術學給人血統 對以前的家族是跑場跑的 他以前的家族是跑場跑的 負位也很厲害 對 什麼負位? 那沒有 Gin Sir一不四場的賽事 誰會先看這場 我們常常都看的 我們先看酒保 逢星期二晚10點 逢星期四晚8點半 天下足球 和大家伯盡球壇天下事 《Gin Sir一》 traditional segurança 《Gin Sir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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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徹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茵報宴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證明,只因心是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隔空發動 忘憂文文道 現在和你保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過場時看過一段經典的電影 我覺得橋段比光湖片更為精彩 裡面的對白 這張薯巾 就像開拖 用開拖的方法去開會 很早前我已經說 選完立法會後 我真是劣幣驅兩幣 但現在不是搞到你 搞秘書處 很多人聽不到這件事 很多人不明白 我們所有的文件 是秘書處做完 整理好後 就送給你的議員去開會 秘書處幾百人去 你70個議員 那些文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議程或者有些議員有信 有動議有什麼 可能他以為是你做的 他以為是你做的 所以他以為是你做的 那些是在區議會的層次 你明白嗎 然後他說 我做主席比區議會主席還差 因為區議會主席很差 就得罪了區議會主席 沒有了 從中樹根這些質素的人 都進入了議會 在立法會上 還有一個梁志祥 這些人都進入了立法會 然後民建聯可以 找隻貓 找隻狗 找隻豬 都可以進入立法會 你之後反映一件事 香港人是自己抓死的 你真的要投票給他的 是 蔣麗芸 票後 是你投票給他的 他可以很大聲 他說我有票 我代表民意 如果我有票 我不是功能組票 是直選的 是吧 所以這是沒得說的 你有什麼好說呢 富富何言 香港人一定是自食惡果的 你去投票選他出來 你就要承擔責任 你又要承擔後果 很簡單 這是必然的 是因為你投給他的 你沒有理由 因為蛇齋是甚麼種 不是因為甚麼都好 你投給他的 投給他 你當然支持他的理念 你才投給他 沒有辦法了 所以再下來香港也很麻煩 沒有的 我覺得這樣 多些跟他做宣傳 薯根 有空就放了這些片 或者自己做小家工 我最喜歡他一說話 我就把那個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出來 說到這件事 很值得一個話題 近來 我覺得中共 北京已經將這個問題 把這個問題放到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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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透過不同的形式 包括前的高官 包括他們的輿論基地 包括一些類似愛港力的組織 他去告訴香港人 再搞下去 就遲早會立法 我覺得劉慧雄說過 你不要說是指污虛有 不是 我跟法治 指虛虛有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 阿樹皮 阿樹皮一害怕 被阿樹皮影響出來 阿樹皮在這裏 他害了很多小學生 但談談旗的問題 周日 城市論壇的劉慧雄說了 立法禁止這支旗 首先 叛國 舉出 所謂 所謂 港英政府的那支旗 龍思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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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叛國 分裂國土 所以他比23條立法 這個混蛋更要了 我不知道你劉慧雄 有了法律 劉慧雄 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你明白嗎 我覺得他不是吃錯藥 這些 空月來風並非無人 我就不會覺得 純粹他在這裏 狗說的 我覺得不會是 你看文匯大公都已經在 開始了 還有你陳左耳 雖然是前港澳辦副主任 他就找這些人出來說 共產黨變成有空間可以找 他試水溫 又放了一個政治氣球 很明顯的 你舉這個龍思旗出來 還有有人說 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他覺得這是大忌 你怎麼這麼出奇 在台灣 舉之五星旗也沒有事 你在香港舉之英國旗 舉之美國旗 就是分裂國土 人家找美國旗 做三點飾泳衣 就是分裂國土 最近台灣國慶 中華民國國慶 有很多美女 穿比肩 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做比肩 那又怎樣 他搞這些事情 會不會遲些 如果T恤印了青天白日滿地紅 那支旗會有可能犯法 我不知道 他要立法才是 你如果要這樣無限上綱 就不能搞 香港就遲早暴動 因為你叫你解放軍 不然他們全都掃死了 你看看昨天的城市論壇 你不就看到 開始動了 你動手一腳 你愛港力什麼人 有很多社團人士 不是開玩笑 然後有些人扮鬼扮馬 去搞法輪功 開始來的了 你明白嗎 他很簡單 我找群眾對群眾 是啊 當然搞得上來 這邊也有人反對 找群眾對群眾 大家鬥了 那他有錢給 他又有錢給 那你怎樣 我說得極端一點 我覺得 這是為將來的鎮壓 而做輿論上和社會上的準備 所以都是危險的 所以香港就是 因為大家 真的好處為之 我告訴你 自己撿生 不要大大聲 因為 接下來 他因為他要試水溫 他要放政治氣球 他是試探的 那就看看那些人的反應如何 對不對 如果 反應 是符合他們所預期的 那就搞你了 對嗎 這個 成邦論也是 這個 港獨理論之父 陳雲 不是 我也是封了中樹根 有中樹根才有陳雲 但是 剛才你說的 其本身是一個符號 我想問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 他如果要透過立法去做這件事 一定要經立法會 你猜現在的形勢 如果23條過半數就過了 所以一定過 問題就是 你要硬推23條的時候 社會的反彈有多大 他是猜這樣 他不是看你立法會夠不夠票 立法會一定夠票 一定夠票 最重要的是 現在這個組成的結構 就是令到他夠票 還說什麼普選 還要看你泛民 有多硬正 如果你泛民像現在這樣 就死定了 不用想 在立法會就一定過了 因為很多人經常說 我們要保住關鍵小數 不是第23條 這些全部都是無恥 如果不是無恥 如果不是無恥 你會知道他就是無恥 很簡單 因為23條過半數就可以了 因為等於本地立法 過半數就過了 不用三分之二 其實老實說 203年已經過了 原本已經過了 如果不是有五十萬人上街 接著是田北俊退泰 已經過了 原因不是在議會裏 也不是因為田北俊退泰 是因為有五十萬人上街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香港人 你去到這 這個是底線 23條立法 這個是底線 當然現在 其實這個所謂 要打這個港獨 港獨有槍決 這個 這個 死灰服 現在什麼時候有個港獨 死灰服 港獨是一個新名詞 死灰服 港獨勢力抬頭 那 什麼勢力 勢力在哪裡 對不對 接著 無限上 任何人都可以扣港獨 我們這些都是 我們主張本土民權運動 還是港獨 本土論述 還是港獨 那你又說一國兩制 又說港人治港 這個是港獨 最港獨的就是 基本法規定港人治港 還不是港獨 當年 雙人治雙 毛澤東還不是雙獨 是嗎 按照現在的邏輯 你基本法就是製造港獨 不是 當年毛澤東說雙人治治 他簡直說到湖南國 所以當年二十三條 立法 立法的時候 我跟葉劉淑儀 在香港大學中山廣場辯論的時候 我就問他 兩條問題 第一條 就拿著本瘋狗周刊 國民黨不舉 黃毓民扯旗 這一張青天白日旗 那算不算是煽動 分裂 分裂祖國 他說我色情不回答我 黃毓民扯旗 國民黨不舉 他說你現在這些是很下流的 我說你大哥 葉太 你真是你心邪 是吧 如果你真是少見人扯旗 為何忽然會這樣想起這個扯旗 扯旗 扯旗就是扯開始旗 扯旗 有個扯旗山 對不對 這條標題 黃毓民扯旗 上面 國民黨不舉 很清楚 國民黨不肯舉起 青天白日旗 在香港九七回歸後 黃毓民扯旗 他就當黃毓民說色情 扯旗 大約很久沒叫人扯旗 唯一指令我解釋就是這樣 他就回答不出 他說我衰色情 然後我問他山西瑞甘 有個蘇維埃 共和國 那算不算公然分裂國土 他又回答不到 然後說到共產黨革命 世界潮流豪好相相 波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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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葉劉當年 我最記得的 你那個是02年 在香港大學 大家大副黑超 所以想起 十年了 白頭公女華當年 我們真是慘 台長 我們真是沒有變 做人這樣真是不行 現在說一下又十年了 對 脆下的十年 很多事原來回頭 再來十年我都很快 很快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說一下又十年 好像如在作天 所以整個形勢很清晰 香港就是港共治港 然後就要無限上綱 反港獨 中國也是很慘 阿劉文你怎麼解釋 為何會看到旗會這麼大反彈呢 他們不明白 他覺得你們這些人 勉懷英國人統治就不對 那人們勉懷英國人統治 就是因為你現在實在不憲 這是一個對比 你自己反省一下 為何香港人會勉懷英國人統治 然後有些年輕人要把農屍旗出來 很多人都沒有經歷過港英時代的黃金年代 是純粹因為現在太嚴重 因為現在太差 那其實是一個象徵意義 不是實質教徒 實際上都不是說要請英國人回來 只不過告訴你 現在實在太難了 現在特區的情況太難了 所以勉懷過去 實際上沒有勉懷 我們這個年紀也有得勉懷 對 譬如年輕人 那些80年後90年後 不歸15年 不歸前那些 那些尿片都沒有 這樣就行 對 對 他們有什麼勉懷呢 他們有什麼勉懷呢 我們這些六條 也要說得很清楚 也不是純粹勉懷的 殖民地的年代 因為有很多黑暗的事情 我們自己都親密過 是吧 這個要公明一點去說 譬如孫中山當年都在香港讀書 然後又是搞港獨 是吧 港獨搞到去大陸 是吧 借香港 然後去大陸搞革命 又這麼簡單 其實有時候他們的腦筋 仍然是 第一就是 這個 擁護極權統治 第二就是 那種狹藝的民族主義 是吧 金席何席 現在二十一世紀 互聯網時代 你老米還在跟別人說愛國主義 是不是 你真是回家 真是 劉孟雄那些游泳下來的 你老米 你為何游泳下來 撲你這個街 是不是 為何游泳下來 是不是 這傢伙最近兩次在這個把酒當歌 給我K.O.他 你臉懵懵懵 你知不知道 走出門了 我懶得跟他講話 吃錯藥 現在你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港獨 是叛國 現在誰搞港獨 他知道龍思琦就叫做叛國 要二十三條立法 吃錯藥 是不是 這個是以言入罪 那是屬於言論自由的層次 就算我勉懷港英統治 都是屬於言論自由 我發書我個人感受 你老米 對不對 叛國 什麼國 這些國可以叛 老虎如虎都叛 真的 沒有能力 是吧 盤國 吃個屎 這傢伙 你知這些人 就是要博出位 是吧 跟著 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 你哪有獨立意志 這些人 講一講 如果有獨立意志 這樣做 就是無恥之有 是吧 沒有獨立意志 你是工具 我就可憐你 是吧 你有獨立意志 自己可以做事 然後你這樣說話 這些人就是無恥 是吧 很容易搞的 是吧 等於是危康 說 你明知共產黨 這麼糟糕的 你都擁護他的 這個叫做無恥 你不知道共產黨這麼糟糕 然後你擁護他 這個是無恥 是吧 無恥跟無恥 是差很遠的 無恥是值得原諒 是吧 無恥 人人得而公之 你劉夢雄就屬於無恥 是吧 你憑什麼在城市論壇上 大放缺詞 要為23條立法制止這些叛國罪 然後他講來講去就是 有人說自己 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這樣就叫做叛國 我講的不行 還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是什麼人 都是 剛才所說言論自有一種 我覺得我是九龍人 難道我就好像 九龍獨立於香港 你最愚蠢會對一些人說 譬如他是美國人 是加拿大人 是英國人 他是拿英國護照 拿英國護照 拿美國護照 但他是中國人 然後他說 我是美國人 他趁這個叛國 你會叛美國嗎 白癡到極 是吧 那他的中國人 屬於血統上 是吧 是中國人 是華裔 是吧 他說自己是美國人 你就說他叛國 中國人一直都對這些 他的血緣 和國籍 都是很混亂的 他覺得你有中國種族 就算是 阿Karen 你雖然說 我們佔主要的部分 但你有很多是非華裔的 居民 我說中國人 一直這麼多年 都比較混亂 對於國籍和你的血統 有華人 台灣又是中華民國 但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香港不只是華裔的香港人 還有其他香港人 但劉夢宏這個 加上愛港力的 會不會有人開始害怕 那種暴力感 嘩 動手動腳的 你看到 吐痰 以前城市論壇 只是阿伯 維園阿伯 粗口爛舌 喊打喊殺 我們大家都當是一個常態 沒什麼所謂 但現在多了這幫愛港力 有些人恐武有力 更年輕 我估計他們會繼續在城市論壇 打頓了 打頓了 即是說維園阿伯已經被取代 給了這幫愛港力 愛港力是什麼背景呢 就是中聯辦 即是 副道之下成立的組織 有民建聯的成員 但不會承認 有社團人士 OK 專門針對反對派 那時候專門搞公民黨 選舉期間又去搞公民黨 試過有一幫人 就真的搞黃陽達 在九東 我就打個電話給我 懂得有些愛港力的核心性 我說你不要再來 我真的這樣就開玩笑 你不要再來 我知道他們的背景 誰打誰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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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 給錢 OK 有民建聯的人 有社團人士 那次反拉布的金毛 一人三百人 那些人拆了兩塊 又是 我告訴你 現在開始搞這樣的事情 下三藍 你共產黨很仆街 仆街不加產 講就講 溫家寶現在被人說 你有幾十億美金 這個家族 找律師告人 那份是叫做紐約時報 All news are fit to be 一張全世界最有公信力的報紙 他不會犧牲他的公信力 來抹黑你溫家寶家族 說話 你說他那段新聞 是不是十個看十個信 他就算是不成立的 他就算不是珠寶鑑定專家 他都可以成為珠寶鑑 他就算是珠寶鑑定專家 他都可以成為珠寶鑑 他就算是不成立的 他就算是不成立的 他就算不是珠寶鑑定專家 也可以成為珠寶鑑 你相信嗎 代持股票 你相信嗎 代持股票 所以無得說 我告訴你,這是一個腐敗的國家 講完,這也是一個惡鬥 大家回想起,黃立軍跟美國人說了什麼 美國人掌握了多少中共高層的黑材料 誰知道 薄熙來,待罪之身,準備做街下籌 臨美兜春代,一腳都還可以 很簡單 這些是前菜,還有一些做前菜 一個這樣的國家 怎麼愛 愛一條矛 為什麼要做中國人 為什麼要做中共治下的中國人 講一講,鍾祖康的標題,內心做中國人可能是叛國 叛國也極 鍾祖康在香港一定會出去打敗 我告訴你,你為了一把槍斃你 槍斃他 我被人叫過兩次槍斃了 我告訴你,你拿槍斃來 槍斃,什麼時代啊 槍斃看得那些大陸電影多 大軍法 槍斃他 我告訴你,槍斃他 我告訴你,槍斃他 我一次在西洋賽街上被他們說 槍斃他 你告訴你,槍斃你,槍斃你 你叫槍斃你 我告訴你,槍斃他 我告訴你,什麼時代啊 槍斃他 我聽見都驚驚地 槍斃他 一會想起周星馳那部電影 我就是懂得那一部電影 我不是說槍斃 不是,那部電影可以 給你20元就可以 現在要高價錢一點 但是這支槍斃 可以說一旗引起千重浪 想不到上面的人 中聯白都看得到槍斃那麼重 看得到槍斃那麼重 將來我們有機會都應該研究一下 其實本土意識 這幾年大家看到 這個所謂互港 本土意識很強 你又很簡單 你自己反省 你共產黨不知反省 你不要再說香港 你在內地那些 稍微有些辦法 那些人把家人都推去外國 不,如果不是就暴動 零波,零波可以看到 你不是把家人都推去外國嗎 你現在中共高層多少子女在留學 在美國,在加拿大 在歐洲 搬了多少錢出去 是嗎 是嗎 無恥之由 你一個這麼腐敗的政權 還好意思 動接 找這個愛國主義 來 強加於人民的頭上 你這班人有多愛國 你溫家寶 胡錦濤 所有的九個政治局常委 包括李克強 習近平 你那些子女 全部在外國讀書 你老媽 化為三代勵鬼 這麼家產的共產黨 真是 是嗎 愛國 愛你老美 是嗎 是嗎 香港人沒有能力 香港人沒有吉士 是嗎 對一個這樣腐敗政權 根本是要升肚 是嗎 雙重標準 是嗎 你自己的子女 全部在外國 是嗎 就等於我們香港的陰家 那些高官的子女 全部在外國讀書 撲她的街上 叫你受國民教育 是一樣的 是 有什麼分別呢 是嗎 那這些政權 是不是人人得而誅之 你告訴我 香港人有本土意識 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是很正常的 對嗎 是人情之常 大哥 不做才是反常 大哥 休息一會 待會我們還要用一些時間 處理陳偉業的動議 就 或者我們現在先處理了 免得一會 你們不能處理 陳偉業提議 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 我現在正在徵詢大家的意見 如果我要討論 就拿來討論 否則 就 聽聽大家有一些 很快 每天講一分鐘 最多 處理了這個 先 沒有啊 發言的時候 就要表達意見 可以 大家發言時間盡講 然後到最後剩下幾分鐘 投票就可以了 可以多些時間 發言 現在我拋出這個議題 因為他有封信來 我們一定要說 大家發言的期間 你就表態了 現在我看看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到最後還有幾分鐘 我們就表決 有沒有意見 沒有 陳偉業 主席 我想問局長的問題 現在涉及到DBC的問題 不單單只是一個純商業糾紛的問題 如果純商業糾紛 局長當然可以置身事外 但是你現在涉及到一個電台的停播 以及那個停播呢 是涉及到一個政治操控 或者一個政治干預 而一個政治的機構 就是中聯辦 即是一個極為重要 也都是極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想在這個廣播政策呢 我絕對相信任何一個有政治知識的局長 都絕對不會容許 更加不會默許 對於一個政治的機構 類似中聯辦的機構 政治干預一個電台的存亡 我們在說一個電台的存亡 所以局長說聽了那個錄音帶 我們都知道關於這個DBC的停播 這個有關當局 傳聞就說有很多信 經常每天一信 給那個機構查詢 或者質詢有關那個停播的問題 和他的誠恩等等 但是作為一個局長 我是說你是問責局長 你怎能容許一個香港的持牌機構 被指責政治干預 為何要繞著手在這裏坐視不理的呢 你可回答這個問題呢 局長 主席 其實我在多次發言裏 已經表明 其實政府在數碼聲音廣播方面 在推動和發展 你不要在柔花園 我問你一個政治干預的問題 你不要在柔花園 這個政治干預 你是不是坐視不理 你回答這個問題 主席 現在給你答 政治干預 你是否坐視不理 主席 我再強調 政府是不會干預持牌機構的 我問你政治干預 主席 我想回答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給他機會 陳偉業你先給他答 這個也是正正體現 政府是尊重言論自由的 香港是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每一家的自排 局長 主席 不好意思 政治干預和言論自由 是兩回事 現在是一個中聯辦的機構 叫董事不要注資 主席 今天這個會 是否可以給我們 但你要回答問題 局長 你不是遊花園嗎 你成二十萬一個月 你帶我們遊花園 他不止二十萬 三十幾萬一個月 你帶我們遊花園 你不如去做花王 大舊你停一停 OK 繼續 主席 每一家持牌的廣播中司 都可以自由地選擇 他編採的方針和立場 亦都可以自由選擇 任何人才 不是他問你這個問題 喂你真的 你這個局長真是廢 OK 陳偉業你停一停 你聽不聽得明白這個問題 陳偉業的問題 主席 應該給他機會 我可以解釋 現在你先聽我說 大家都停 陳偉業的問題很清楚 現在出現了被指控是有政治干預的 這些政治干預就是來自中聯辦 那你就去回應這個問題 OK 主席很簡單 你只是否認這個政治干預 你說應該查過了 沒有這回事 那就言論自由 但你連政治干預的指責 好 主席 OK 局長想回答這個問題 陳偉業你給我回答 OK 局長 主席我想說的是 通訊事務管理局 制定了一個叫電台業務的首則節目的標準 是針對節目的標準 是不會預先去審查任何 主席我不是說節目標準 我是說董事柱子問題 主席我可以說這一句呢 主席 喂你現在不是回答我的問題嗎 主席自派的廣播公司是需要 主席不明白問題 你連這些問題都不明白你怎樣做局長 你做什麼局長 OK 陳偉業 局長 繼續 主席自派公 前派公 樓上的朋友 請一請 主席 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業務審 你回答他有 或者沒有 你有沒有認為 你是不是已經調查過 認為是沒有政治干預 你回答問題 你不回答問題都不懂 你做什麼局長啊你 呃...局長 主席 剛才的問題呢 就是 有政治干預政府 是否角色介入 我現在想解釋的呢 就是呢 除了個人享有言論自由之外 個別的持牌廣播公司 以及股東 亦都享有同樣的權利 持牌廣播公司的人員 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聽到批評 或者讚美的聲音 或者意見 無論是否認同這些意見 廣播機構的人員 可以自行